郭成科 陶俊 杨正 朴海斌 蒋超军 朱云龙 于露 周志 盛阳 盛杰 朱子豪 王一鸣 朱雁 朱雁 請餞結校長上台為同學們頒獎 朱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面请获得最佳领导奖的同学上台领奖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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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校也为成绩优异的同学准备了奖学金 有请报道名字的同学上台 首先我宣布荣获二等奖的同学是 金圣成 邵家书 朱成一 荣获一等奖的同学是丁可欣 张银 下面有请邹新华校长为二等奖的同学颁奖 有请赵王磊先生为一等奖同学颁奖 有请赵王磊先生为一等奖同学颁奖 小赵王磊先生为一等奖同学颁奖 新华国人计划 大学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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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得一等奖的同学是 丁可欣 张铭 在高中生活里 广阶的学长学姐也在时时刻刻为我们做着榜样 下面有请2017届的王天成学长上台风向 他想对学弟学妹们说的话 During our lives in the high school some seniors set good examples for us So let's welcome the senior from 618 王天成 to give us a speech 尊敬的各位领导 家长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17届的王天成 目前就对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金融和心理的专业 前几天我接到Stella给我的通知 说想让我来分享一下大学生活 非常感谢学校给我这样的一次机会 我特地在上海实习的公司请了假 过来向大家讨论一下今后的大学生活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 当你们跨出乾皇国际这个大门的时候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 两年前我跟你们一样 从乾皇国分校这个大家庭中走出 一头栽进了美国这块陌生的地方 这两年里我在门董中探索 在收获中成长 在大学我不禁感感受到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活跃的社交团体 还学会了独自忍受孤独 应对机遇和挑战 同学们 去了大学你们会发现 你们会变得无所不能 以前从来没有在超市里择菜挑菜 现在熟练的像经常去菜市场的大妈 以前从来没有在家里给父母做过一顿饭 现在能在过节的时候 做上一桌子的饭菜 以前从来没有给自己理过头发 现在成了村里理发店的陈尼老师 这些生活技能 一方面是生活所迫 另一方面更是对你们的一种销炼 所以在这里 我想给大家一些个人建议 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适应大学的学术和生活 首先我想谈论的 就是你们现在这个暑假 这个暑假能做些什么呢 我在去大学前的暑假里 学习你们简单的乐器 叫Yukulele Yukulele是一种小吉他 非常容易上手 但是学会了呢 基本上就可以弹唱 基本上所有的流行歌曲 我学习Yukulele是因为我对乐器非常感兴趣 而且有这样长的一个暑假 不仅如此 在学会Yukulele以后 对我去新学校交朋友 有了很大的帮助 想象一下你在新生介绍会上的时候 说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大一金融系新生王天成 喜欢唱弹Yukulele篮球 是不是很拉风 当然掌握一门乐器 更多的是能陶冶情操 想象你坐在阳台上 夕阳西下 晚风微凉 弹上几首歌 舒缓一下情绪 意境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可以在这个暑假里学习一下 你想学习的东西 你感兴趣的东西 去了国外 你会用你的兴趣爱好 交到很多朋友 第二个我做的事情就是健身 健身在国外算是非常流行的社交方式 健身可以锻炼你的意志力和身体素质 美国华尔街曾经举办过一场运动会 参加的都是华尔街的工作职员 高管还有老总 记者们发现 越是成功的人 他的身体素质越好 所以成功必先自律 而持之以后的锻炼身体 便是自律的体现 第三个我建议大家多陪 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要知道这次出国留学 可能回来便是一年以后了 家人 特别是父母对你的操心 牵挂 都只能通过视频聊天 来传达 所以多关心一下父母 他们是希望你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才把你送出国的 要不然哪个父母愿意让孩子 一个人一再他乡呢 最后我希望大家能 enjoy the summer break 好好享受眼前这个暑假 多出去走走看看 要知道这是你们为数不多 有这么长的暑假了 大学的暑假里 除了暑客和实习 还有准备研究生阶段的申请 对于大学的学术生活 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不管你以前成绩是如何 去了大学 大家都在同样的起跑线上 你会更有动力去学习 获得更高的GPA 去证明自己 我的建议是多向老师和同学们请教 多去跑跑教授的办公室 和教授交流 当他对你有一个很好的印象的时候 你才会对这门课程感兴趣 而且更有机会去拿到A 另外还能获得教授的推荐信 那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总结一句话 就是不要怕 大学生活就像一张白纸 等待着你们自己去留下足迹 那么希望同学们 能够勇敢地面对大学生活 多去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多交一些朋友 还有大学难免会一道挫折 不要慌 多于家长和老师沟通 其实回过头来 你们会发现 你们走的每一步路 都是最好的安排 Finally Never too late to be great 想要变得更加优秀 就要从现在开始做起 最后衷心祝愿大家 能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开始属于自己的大学之旅 谢谢 感谢王天成学长的精彩讲话 在每一届的生生学子中 都有很多优秀的同学 在平时生活中 他们的表现 大家都有目共睹 今天也有优秀的学生代表 为毕业典礼准备了讲话 接下来 有请优秀学生代表 张银同学上台讲话 有很多优秀的学生 能够尽在我们的学生